黃國昌他是反對旺中案中最積極的學者 在這案件當中又發展出了走路公的疑雲 我們來看看這段影片 調查 鏡頭拍到25號下午3點多 NCCY抗議結束 這群自稱大學生的年輕人 全部往同一個方向移動 要來自願參加都可以 有有有 這個答案實在令人不敢置信 竟然聲稱來抗議的年輕人 真的有得領嗎 鏡頭持續拍到 抗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 並著大太陽來抗議旺中病中加行動 竟然是等簽名要簽到的 他應該就是同一個人基礎上有一個人同 如果你再找人來幫忙 那就是兩個人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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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拍到另外一處 中天新聞還發現 一名男子就在路邊等著 從畫面上看起來 難道是他負責發錢的嗎 然後說來這邊可以領到錢 多少錢 對 你也不知道可以領到 可是有聽說可以領就對了 對 另外一名被時報週刊拍到 發錢給學生是作者身穿白衣的女子 但他到底是誰 我們直接問清楚 不好意思 你找我們發言的女朋友 不好意思 你是學生家長嗎 對對對 你是來支持小孩子的行動 對對對 抗議時和學生站在人群中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個單純的家長 為什麼需要對參與抗議的學生 事後發錢 旺中病共中加 年輕人表達不同意見 竟然變相成領錢辦事 你知道他什麼內容嗎 他就是 蔡董市長 就是 就是 就是不要出現一家獨大狀況 就希望能夠趕快落幕 希望他的報告 自稱是學生自願到NCG門外來抗議 但被問到抗議的訴求 卻完全搞不清楚 只是這場NCG審查會場外的學生 反望中病中加抗議行動 由十位教授連署起 背後到底是誰發抗議走路工給學生 我在幫忙 我在幫忙 在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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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 召開了記者會 其中 張錦華教授說 這瓶一張照片 沒有看到有錢 但這照片當中 我們究竟剛剛從影像 又看到了什麼呢 華蓋 張錦華教授 現在畫面夠清楚了吧 學生怎麼回答 記者的問題的呢 聽說可以領到錢 嗯 是 學生 學生會騙人嗎 也許他很不想回答問題 但是他這個嗯 是 就已經代表他的無奈 他不想回答你 但是他講的是什麼 是事實 是fact 所以 張錦華教授 我們現在不是說 要質疑學生的pure 也不是質疑這個行動 而是說 為什麼他後來要 注意看 注意看這個肉帶這畫面 仔細看 為什麼會有這種舉動 而且不是一次 剛剛我們在畫面還看到 也交給一個 背綠色包包的男學生 我們在推到最早的那個畫面 你就會覺得說 每一個人進來都要戴面具 每一個人進來都要有一些cover 要換裝 你要怎麼解釋 參加這種活動 需要遮遮掩掩 為什麼需要遮遮掩掩 OK 你遮遮掩掩完了 參加完了活動之後 而領錢的時候 卻完全不遮掩 連發錢給你的白衣女子 她也不需要遮掩 注意 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如何能夠如此膽大妄為呢 就是因為我有信心 不會被人注意到 殊不知記者早就注意到了 我現在就坦白講好了 記者在事情發生之前 就已經接到風聲了 這一件事情 絕對不是我們現在 所看到畫面表面般的那麼簡單 所以說今天她這個白衣女子 她能夠在現場這樣子發錢 發得非常非常如何 很自然的感覺 學生來臨也沒有不自然 請問這個白衣女子 跟這些學生是不是認識很久 然後她難道是真的也是這個 反對媒體壟斷學生行動聯盟的成員嗎 她到底是誰 張錦華教授 黃國昌教授 你們都應該好好想一想 你們跟這些人 真的完全沒有關係嗎 帶頭的大哥有沒有講清楚呢 黃國昌老師在當中有講話喔 但是他有沒有講清楚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毫無所惜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找來的一些人 當總路狗 毫無所惜 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老師你有沒有印象中 這些學生他們說 有些是台北大學的學生 沒有 完全不是 毫無所惜 所以也沒有聽過 曾經有這樣的事情嗎 沒有毫無所惜 不知道 昨天在現場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毫無所惜 來打電話問這樣子的問題 我那個時候就跟那些老師說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毫無所惜 中間都講了一句 毫無所惜 鍾伯 黃國昌老師都說毫無所惜 對 事實上他的確毫無所惜 我們必須要相信他所講的話 對不對 不然我們去訪問他 然後又不相信他 這樣子我們也太不到意了 所以我相信他講的話 毫無所惜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你長期的 跟很多的學者 就是我們所謂的他這一次 在25號那天 將近有10個 包括他自己 跟這些學者先進們 你們對於併購案 都一直持什麼 不同的立場 對不對 那你們的初衷 就是為了媒體進步 坦白說 我們很佩服 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 本來大家都對於一個 所謂的媒體的一個併購 到底持是正面還是反面 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表述 各自不同的論點 這就是自由民主可謂的地方 對不對 可是這麼崇高的理想 就在25號那天 被一個白衣女子 疑似發錢 被一個所謂有可能藏進人 來花錢找這些學生 學生是最單純的人 社會上最單純的就是學生 然後呢 以學生運動之名 行 行 反 你媒體併購之時 反媒體併購 大家可以出來辯論嘛 對 但你不要花錢找學生 用學生運動來做嘛 這叫光免彈簧 這叫包裝嘛 那我請問 當你崇高的理想 已經出現了這樣子的一些污點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們 這跟你無關啊 你也要讓其他挺你的那些大學教授美 知道說沒有被砍脫啊 那你怎麼只能用四個字 毫無所惜就帶過呢 你是不是應該盡量的把你所知道的 來告訴大家 對 而不是在記者會上 你回應記者說 這你們自己去查啊 你們有種就自己 對不起 你們自己去查啊 對不對 那你開記者會幹嘛 你開記者會只說毫無所惜 說了一半 然後呢 又讓現場一堆人 一堆問號 然後自己去查 好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今天下午記者會 黃國昌老師 他究竟有沒有講清楚 我可以很鄭重的跟各位講 絕對沒有花錢動員請學生來參與整個活動 中伯 他有沒有講清楚 有 他講絕對沒有花錢 這句話我聽得很清楚 我也說我相信他嘛 對不對 但我還是那句老話嘛 黃教授 您長期的 對於這個所謂的一個併購案 持之以恆的表達你的關心 坦白說我很佩服你耶 對不對 你沒有任何 就是你是為了一個理想 然後你做這樣的事 我真的蠻佩服他的 可是現在出現的污點嘛 這個污點不是你造成的 是什麼 是現場有人動員學生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誰動員 白英語是發錢的 常進人是我們目前不知道的 他在動員嘛 對不對 那OK 你們能不能救救我們的黃教授 救救我們現場其他清白的學者們 我絕對相信現場有很多學者是清白的 你趕快出來說明嘛 你趕快出來說明嘛 是不是 那知道的 你知道的 如果說假設 現場有一些學者們 你是知道有什麼蛛絲馬跡的 你告訴我們嘛 我們來做一個什麼 來做一個判斷說 原來背後有一個什麼其他的事例 那這樣子是不妥的 再來 我來對這個常進人說一句話好不好 如果你認為啊 新聞自由的理念是對的話 那當然你應該覺得什麼 理所當然 你應該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名正言順 可是現在你卻要花錢 你要花錢去動員學生 那代表什麼呢 那代表說你自己都覺得 你在立場上有一點站不住腳 你才要花錢找人來表演不是嗎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一個物化的東西 當你要出動這個東西 去叫人來表演支持你的論調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論調是有點站不住腳 黃國昌他在多次在報紙上面 發表了許多言論 對於這望中案呢 可是有大聲疾呼 他究竟講了些什麼呢 國安 好的 剛剛其實在黃國昌教授的記者會上 他有說 中天新聞跟中國時報呢 對他發表的一些 對走路工這件事情來講 他認為是指涉性的言論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黃教授曾經發表過哪些言論 對於這個望中案 第一個 他曾經引用媒體報導 質疑國台辦把手伸進台灣媒體的人事案 然後再來 他也曾經在伊電視的就是要問的談話性節目中爆料 他說部分電視名嘴是他的學長 而且聽說有部分的名嘴被下達封口令 不得談論望中購病案 然後呢他也曾經呢 在望中案正義出現之後呢 那麼一直的不斷的攻擊52台 所以說其實這些都代表什麼 當黃教授今天在記者會上面 為自己澄清說 這個中國時報 中天新聞 你們對我是有一些指涉性的言論的時候 我想問問黃教授 那這些算不算指涉性的言論 然後呢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 當黃教授您要求媒體呢 據時報導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呢 你可以 容許我用這個字 容許我用偏見這兩個字 為什麼你可以帶著偏見 去看待一個非常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商業的一個購病案 為什麼你可以帶著這樣的偏見呢 為什麼 因為而且難道 你今天就可以 帶著你崇高的理念 把你的手伸進來干預一個購病案嗎 一直在旁邊的不斷的大聲疾呼這個 大聲疾呼那個 對 那這樣的話 事實上我們也相信說 學者可能你有你的這個 你有你的崇高的理念 但是呢 我們也想問一下 當這些學生 在你旁邊 九點多的時候 在你抗議的時候 他跟你一起集結的時候 難道 你為什麼不在現場 就發表聲明說 當時就直接說 這些學生不是我認識的 你怎麼會在隔天的記者會來說 我不認識這些學生 跟我沒有關係 那當天他跑來 這個跟你在那邊聲援的時候 怎麼黃教授好像 都沒有講什麼話的那樣的感覺 對啊 那你後來的記者會說 這個東西我毫無所惜 那你又為什麼當天 會讓這些學生在旁邊幫你搖旗吶喊 這是我覺得非常質疑的一個地方 那也希望黃教授能夠了解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相信 學者一定有他對媒體 崇高的一個理念跟理想 但是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學生在旁邊 那你又切割得這麼乾淨 大家可以回想 是不是以前曾經有很多政黨的抗議活動 出了事情了 記不記得有一次這個 很多時候出了事情 馬上主辦單位就切割得一乾二淨 對不對 以前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情啊 對不對 也是毫無所惜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大家都希望黃教授 還有與會的一些學者 就是參加這個學生 能夠跟我們說清楚講明白 這些學生到底是不是有一些 某種的團體在動員 如果有 麻煩請提供給我們 我們來幫你們做澄清 不要再污名化你們了 國安提到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學生的抗議活動中 居然有走路攻出現了 這幕後的黑手是誰呢 整個活動的發起人黃國昌 你有沒有講清楚呢 這也讓整個活動呢 變成一個很不良的示範喔 關於旺中併購中家系統 一向都是斯文形象的黃國昌 網路發文 號召學生抗議 旺中案 帶頭衝進NCC 只是沒想到 法律系的學者專家 卻是人前人後 兩種模樣 抗議活動結束之後 被鏡頭拍到 一路煙不離手 跟朋友講話的時候 手上叼著煙 一口接著一口 最後竟然還亂丟煙蒂 放慢動作 再看一次這個違法動作 動作很自然 一看就知道是個老煙槍 走到馬路邊順手一丟 身為中研院法律所的副研究員 又是台北大學法律系兼任副教授 公然亂丟煙蒂 擺明了就是執法犯法 法律系的學者教授 為人師表做了最壞示範 不只是為人師表 任何一個有權力在上位的人 他本來就要跟我們一般老百姓一樣 甚至比我們老百姓更要懂得尊重法律 不亂丟煙蒂 他是一個品德 亂丟煙蒂不良示範 確定可處一千二到六千元的罰款 不只是推卸責任 連董事基金會都對於黃國昌 有所抗議 我真的我坦白講 我看到畫面我很驚訝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每天在電視上面講話 可是我在外面抽煙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有很多達人 每天都盯著我們對不對 黃教授你今天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你知道我們記者看人 我們一定要 我們追案子我們不但觀其言 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對不對 當當天發生25號下午 他已經知道走路工的事件 記者問過來的時候 他的表情就變得緊張 神色慌張 匆忙這樣子 然後記者就觀察到 他抽煙的那種態勢 你知道我 我要是敢搞 沒有吃兩隻這樣沒辦法 真的 那代表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焦慮 第二個需要靈感 只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那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是不斷的抽 記者訪問他那個過程 我跟你講 這我們是一個 就是說簡單的畫面 事實上 記者還沒有問他多久的時間 竟然抽了三根 我跟你講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他的焦慮反映出什麼 一個人的大腦中樞 已經不聽使喚了 因為他現在他不知道 他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他抽了三根煙 OK 這還不打緊 抽完之後 他 你要曉得 我這樣記者還在現場 也許不遠 丟 丟 丟 把煙給丟到這地上 我告訴你 連我都不敢 為什麼 是被洗煙盒 我要自己留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管 那個開車或是走路的話 抽煙 我跟你講 你一丟 現在一定會有很多達人 在檢舉你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是說黃教授 你為什麼會在事件發生之後 你在記者會不但講不清楚 記者來問你 你的局處跟不安 一一寫在臉上 也許我們相信 你跟這件事情 是完全無關的 可是你製造了這樣15年 不能夠解決 不能夠分解的垃圾 這我去檢舉你 可能還可以拿到一半的獎金 黃國昌教授 我覺得你從頭到尾 有沒有說出來的事實 你應該要跟全國觀眾 再開一次記者會 再講明白 告訴我 你跟這些人完全不認識 你沒有發走路工 這樣我們才能夠相信你 黃國昌在今天下午的記者會 他講到了一句話 他身為0725反旺中案的發起人 但這當中發生了走路工的事件 你撇清這件事情 這樣子對嗎 廣告回來 告訴你